天气热了总少不了冬瓜汤 今天铁楼给大家安排一道 瘦肉粒冬瓜汤 买回来的冬瓜 我们先把这个皮给它擦干净 这个皮等一下我们要先包 洗净的冬瓜 我们先把它皮给切下来 切大块一点 再来拍上一块姜 冬瓜是凉的 给它整点姜进去配搭一下 取一个砂锅 把冬瓜皮和姜放进去 另外我们这里还泡了一点姚柱 这个姚柱洗干净了 提前包 现在把连带水一起倒进去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量我们要一次给它加够了 用大火先给它包上 另外我们准备一小碗的玉米 把它给炒一下 这段时间雨水多 加点玉米进去去撕 小火慢炒 把它炒至微黄就可以了 平时我们拿来煲汤 最好是给它炒一炒 综合一下 好 差不多了 炒至微黄 炒好的玉米给它加到汤锅中 一起包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先给它包上半个小时 接着我们再来处理冬瓜和瘦肉 这个冬瓜我们同样给它切粒 先切大块 那瓜囊就不要了 切出来的冬瓜块先切一条 再给它切成小粒 瘦肉洗净后给它切块 跟冬瓜一样切块后再给它切条 最后再改刀切小粒 切好的所有粒放到碗中 再给它简单的搅拌位 来少许的胡椒粉 适量的盐 加上一丢丢的花生油 那给它抓一下 多抓一下 抓着粘稠 我们给它搅拌一下 这样粘稠就可以了 等汤水煲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再来把冬瓜粒 给它稍微炒一下 锅中来少许油 油不用太多 大火给它翻炒 把它炒至有点变色 冬瓜炒一炒 煲出来的汤水 它的香味会更加的浓郁 好 已经差不多了 炒至半透明状就可以了 把火关掉 我们的汤煲了有半个小时了 现在先把这个冬瓜皮和姜 给它夹出来不要 夹掉冬瓜皮和姜后 再把这个冬瓜粒给倒进去 接着再把我们腌制好的瘦肉粒 给它加进去 这个瘦肉粒我们是没有上浆的 只给它调了油盐胡椒粉 好 给它打散 烧开后我们先用个勺子 把它表面的油脂给它打掉 再次把锅盖盖上 继续给它包多十分钟 把冬瓜给包烂 来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最后我们给它整点枸杞进去 再加点胡椒粉 少许的盐 给它搅动一下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后我们再给它 整点香菜进去 这锅冬瓜粒瘦肉汤就做好了 鲜甜味美 营养丰富 特别适合夏天喝的汤水 喜欢的朋友 一起来继续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